忙了一年,讓我這個轉數快特派專員 帶大家去過短旅行測下電 這就是我們今次的目的地,曼谷 去唱錢?現在來泰國不用再唱那麼多錢 快點要吃東西 給錢不用再慢慢數散指 就像我一樣,拿手機出來用轉數快 對呀,你沒聽錯,轉數快已經轉到來泰國 就行了 只要你在泰國的店鋪見到這個PLOMPAY標誌和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香港銀行或者電子錢包APP掃描二維碼 經轉數快即時付錢,是不是超方便呢? 不信?實測一下 由確認付錢到商戶收到錢整個過程 3、2、1 3秒搞定,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金本局和泰國央行合作 推出這個轉數快成PLOMPAY服務 數完QR Code之後 會清楚顯示商戶名 泰銀交易金額 等值的港元銀碼和匯率 不用自己慢慢計 對清楚所有付款資料正確就可以付錢 和你在香港用轉數快付錢的流程沒有什麼分別 那是不是掃描所有PLOMPAY QR Code都用到轉數快呢? 只要PLOMPAY QR Code是由這五間泰國參與銀行提供的都得 他們已經覆蓋了九成的PLOMPAY商戶 但如果是這五間銀行以外的PLOMPAY QR Code 又或者是一些小商戶是用他們自己個人戶口的QR Code收錢 那就不行了 香港的用戶可以透過這裏任何一間銀行或者電子錢包APP用這個服務 有些沒有貼出PLOMPAY標誌的商戶 你都可以跟店員講用PLOMPAY 他們會拿一部Post機出來 GEN的QR Code給你scan 銀碼會自動顯示 而另一款就是這一種 商戶直接展示出來的PLOMPAY QR Code 那你就要自己輸入泰銀的交易金額 還要留意 匯率是有時限 萬一過了時 你就要重新掃描QR Code 長期我都要講多次 無論是幾時和在哪裡用都好 在確認交易之前 記得看清楚所有交易資料是否正確 特別是銀碼先按制付錢 付完錢之後 你會經你平日收到交易通知的方法 例如電郵、SMS 或者透過支付APP內收到確認交易的通知 另外每日的交易限額是港幣一萬元 如果有需要可以經銀行調低限額 香港的用戶可以在泰國 超過800萬間PLOMPAY商戶付錢 無論逛街shopping、素街食物、按摩做SPA 或者乘搭BTS都可以經FPS付錢 用不用?方便些 不用帶那麼多錢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都要搞什麼 會用會方便些 如果可以直接用 泰國旅客來到香港 只要在收轉數塊的商戶 掃描轉數塊QR Code 都可以經PLOMPAY付錢 過程跟我們在泰國掃描 PLOMPAY QR Code付錢一樣 真是又快又方便 POMPAY? 哦 Skyland Banking to Can I will use FPS in Hong Kong Sawaddi Chaa Yinri Chai FPS Chaa 認住POMPAY QR Code 用FPS付錢無論逛 CES CON